宮殿已成斷壁殘垣 青史卻如心汗燦亡 書卷隨被烈火焚禁 教會仍然鳴刻心肩 英雄早已隨風而逝 中魂依舊抵蕩人寰 歲月逐漸磨平了記憶 過去的風雲還要聽張公笑談 在笑談風雲的第一步《東周列國》中 張天亮博士講述了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的第一個變局 《春秋戰略》 從平王東遷到秦始皇統一中國 前後五百年 這段歷史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代的哲學 文學 政治 經濟 法律 軍事 社會管理方式等方方面面 五百年間諸侯爭霸百家爭鳴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始皇橫掃六國一統天下 結束了五百年的諸侯歌劇 開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張博士認為 接下來的秦漢這兩個朝代 對中國的影響十分深遠 可以說在政治制度上 其後的兩千多年基本上繼承了秦的體制 而漢代則基本奠定了中國後面兩千多年的文化 那麼這兩個朝代到底有著怎樣的特色 以致對後面歷史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呢 請收看張天亮博士主講的 《笑談風雲之秦皇漢武》 大家好 今天我們開始講秦皇漢武 秦和漢這兩個王朝 對中國的歷史影響非常大 要了解中國的歷史就不能不了解秦漢 秦這個王朝奠定了中國後來兩千年的政治制度 而漢這個王朝奠定了後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 所以這兩個王朝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 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 這樣一個帝國的興起在中國的歷史上 和在世界的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唯一一個可自比較的 大約是200多年以後建立的古羅馬帝國 但是這個帝國從它國家疆域的範圍上來講 和它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上來講 都遠遠沒有達到秦國的水平 秦國當時建國的時候呢 佔據了中國的華北、華東和華南地區 也就是現在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也是中國現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當時秦國的面積的話呢 大約有300萬平方公里 凡是後來我們稱一個王朝是一個統一王朝的話 它基本上都要佔據秦國當時所佔據的這個領土 才能說它算作是一個統一的王朝 所以秦這個王朝呢 它奠定了地理意義上的中國 很多學者在考證的時候呢 他們說中國這個英文的名字叫China 並不是從陶詞這個漢語翻譯過來的China 而是說秦它的拼音方式就是CHIN 加上一個後綴變成了China 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呢 秦奠定了我們的國號 當然秦這個帝國呢 它存在時間是比較短的 前前後後統一只有15年的時間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中國就進入了漢朝 大漢這個王朝呢 就更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輝煌盛世 我們知道呢 這個中國的這個漢朝啊 它是劉邦建立的 在這個王朝呢 出現了儒、釋、道三教的雏形 我們知道在漢武帝的時候 霸處百家、獨尊儒術 奠定了儒家一元官學的地位 那麼佛教呢 是在東漢初年的時候 從印度傳到中國的 公元67年的時候 永平求法 當時把佛教帶到了中國 那麼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呢 帶動了中國本土宗教的興起 也就是道教的興起 那是在東漢的中期和後期的時候 出現了道教 我們知道中國文化呢 它是以儒、釋、道為核心的 而這三個宗教呢 都是在漢代的時候 奠定了他們的基礎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話呢 漢代奠定了後來中國的文化 我們知道呢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 最重要的 或許並不是它的血緣和地緣 而是它的文化 我們看很多少數民族 它們的人種還在 就他們的這個血緣關係還可以往下傳 但是由於失去了他們的文化 我們已經很難看到 他們當年這個民族是什麼樣子 他們變得跟我們一樣了已經 那麼有一些民族的話呢 儘管沒有自己的領土 但是呢他們保存了自己的文化 比如說猶太民族 他們在耶穌這個被定在十字架上之後 後來受到古羅馬帝國的迫害 經過了一千多年的大流散 沒有自己的領土 沒有自己的政府 但是呢他們保存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 這樣的話呢使得這個民族 仍然能夠作為一個民族 儘管不是一個國家 但它仍然可以作為一個民族傳下來 那麼後來在1948年的時候呢 重建了自己的國家以色列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文化 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說 如果誰在復興一個民族的文化 他就是在復興這一個民族 如果誰在毀滅中國的民族文化 他就是在對中國人 實行一種民族的滅絕政策 所以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個漢代 對中國民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說秦呢奠定了 地理意義上的中國 所以呢成了我們的國號 漢的話呢定義了文化意義上的中國 所以成為了我們的族號 我們稱自己為漢人 我們說的是漢語 寫的是漢字 穿的是漢服 這都彰顯出這個大漢王朝 對中國的影響 那麼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系統的談一談這個秦和漢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 十三歲時登基為秦王 三十九歲薛平六國一統天下 秦始皇一生做了許多對後代影響 極為深遠的大事 被譽為千古一帝 然而秦始皇的幼年 卻是像囚徒一樣 過著心驚膽顫的人質生活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秦始皇的話呢 他出生地並不是在秦國 而是出生在趙國 在公元前279年 秦國和趙國呢 在緬池這個地方 有一個緬池會 熟悉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 當時是令相如和趙惠文王 和當時秦國的國君叫秦昭相王 在緬池相會 當時由於在這個緬池會上 令相如所展示出來的那種勇氣和智慧 那麼包括這個聯波呢 在趙國的邊境上所部署的軍隊 使得秦國沒有敢輕舉幫動 那麼後來呢 由於秦國要進攻楚國 楚國是在秦國的南面 那麼趙國呢在秦國的北面 由於秦國不想兩線作戰 所以在進攻楚國之前的話呢 和趙國就締結了一個和平條約 這個內容的話呢 就是要把秦昭相王的孫子叫做義仁的 送到趙國為人質 所以義仁呢當時在趙國為人質呢 他就一直在趙國住了下來 其後的話呢秦昭兩國之間呢 還是發生了一些小的戰役 但是呢規模都不大 但是在將近這個二十年之後 公元前262年 秦昭兩國之間爆發了戰略決戰 這就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長平之戰 這場戰爭的話呢 這個趙國慘敗 40萬趙國的士兵被秦坑殺 就是被殺了之後的話買起來 那麼這個的話呢 對趙國是一個無法挽回的這樣一種 軍事上的重創 趙國的軍事主力被消滅掉了 所以當時的這個趙國人對秦國恨之入骨 而在這個時候呢 義仁就是秦昭相王的這個孫子 還是在趙國做人質的 所以他的處境就可想而知 那麼後來呢 由於大商人呂不韋的運作呢 這個義仁呢 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子做妻子 這個人呢給他生了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的話呢 是在公元前259年的時候出生的 這個人就是後來統一天下的秦始皇 所以他的出生地的話呢 是在趙國的邯鄲 兩年之後在呂不韋的運作下 義仁呢回到了秦國 繼位為秦王 而當時的這個兩歲的趙政 就是秦始皇了 那個時候就被留在了邯鄲 到公元前251年的時候 這個秦昭相王駕崩 這個趙政呢 才回到了秦國改名營政 所以呢他在小的時候 就是秦始皇小的時候 在趙國過了8年 心驚膽戰的人質生活 就像囚徒一樣 他的這個當時處境非常危險 生活的境遇呢也並不好 那麼後來呢 這個秦始皇回國之後 十三歲的時候登基 二十二歲的時候秦政 用了17年的時間統一天下 就是在他39歲的時候統一天下 公元前221年 這個削平了六國 秦始皇當時這個統一天下的時候呢 這個幾乎是摧乎拉朽 席捲天下速度非常快 統一之後的話呢 這個秦始皇呢 在回憶自己幼年的那個人質生涯的時候 講了這樣一番話 他說寡人以淼淼之身 新兵諸暴亂 賴宗廟之靈 六國賢服其姑 也就是說呢 我當時以一個非常渺小 微弱的這樣一個身份 帶著士兵開始呢 征服天下的過程 仗著祖宗的保佑 終於統一了天下 那麼為了表達這樣的一種成功 為了紀念這樣的一個輝煌的勝利 如果不改自己名號的話 就好像對不起這樣的一個豐公偉紀 所以說呢 他讓底下的人呢 給他異地好 我們知道呢 在這個戰國時期啊 這個各國的國軍呢 都稱之為國王 那當然秦始皇那個時候的話 也稱為秦王 那麼現在的話呢 六國已經統一了 那秦王認為如果他繼續稱王的話 不足以去描述他的這個 準確地描述他的地位 所以說呢 他讓底下的人給他一地號 就是要稱帝 要稱帝 這個行為的話呢 其實有它的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國家這個概念呢 它主要包含三層意思 一個國家 我們說士是一個國家 它有三個要素 一個是領土 你有你自己管理的一個疆域範圍 然後的話 有你的主權 還有一個你這個管理的老百姓 也就是領土 主權 人民 這是作為國家的三個要素 當這個國家或者天下出於分裂的時候 為了表達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區別 那有一個地理疆域嗎 那麼這樣的話呢 這個每一個領地的話呢 就成為一個國家 可是現在的話呢 天下一統 也就是說我們並不需要一個領土的概念 去區分這個國家了 因為所有的普天之下的領土 已經都被秦始皇控制了 所以呢 既然沒有國家的話 也就沒有了國王的概念 那麼秦始皇的話呢 就決定把自己的這個名號的話呢 改為帝 當時呢有三個人去討論 應該給秦始皇上一個什麼樣的尊號 一個人的話呢 是丞相王婉 這個人呢 相當於政府總理 還有一個人呢 是御史大夫 馮傑 御史大夫的話呢 是三公之一 相當於副總理級的監察部部長 那麼還有一個人呢 是廷衛 李斯 廷衛是個什麼官職呢 廷衛相當於司法部部長 所以這麼三個人呢 他們一商量 就決定呢 給秦始皇上一個尊號 這個尊號呢 叫做太皇 就是 他們認為古代的所有的名號中 以太皇最為尊貴 就給秦始皇說 你應該叫太皇 秦始皇說 去掉太字 留下皇字 才古代的三皇五帝 這樣的一個稱號 三皇的話指的是福西神農女娲 當然還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這個五帝的話呢 指的是 宣援皇帝 專須帝庫 遙順 採三皇五帝這樣一個名號 去掉這個三和五 把這個皇和帝 合在一塊的話呢 成為皇帝 那麼 秦始皇的話呢 就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 所以也叫始皇帝 在稱帝之後呢 秦始皇還做了一件事情 叫廢侍法 過去一個國君 或者說是一個貴族 在死去之後呢 通常要根據他一生的行為 做一個總結 比如說 有一個國君 驚為天地 慈惠愛民 那麼他的嗜好中 可能就有一個文字 比如說 漢文帝 這個文就是嗜好 那麼一個人 武功強大 刻定禍亂 那麼可能他的嗜好中 就有一個五字 比如說漢武帝的話 就是 五就是他的嗜好 那麼秦始皇認為呢 這個嗜好這個東西的話呢 是 子亦其父 臣亦其君 也就是大臣們在討論 國君應該怎麼稱呼 總結國君的行為 兒子去總結父親的行為 秦始皇覺得這個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後人對他的行為 做一個議論 所以秦始皇的話呢 廢釋法 過去皇帝的這個名號啊 他是靠嗜好來區分的 比如說周文王啊 周武王啊 他是靠這個中間這個嗜好 來區分這個皇帝 有他的一個宗廟中的位置啊 怎麼區分他啊 那麼如果要是沒有嗜好 你怎麼區分皇帝呢 秦始皇說 咱們就記述吧 我是始皇帝 我是No.1了 我是第一個 我兒子叫二世 孫子叫三世 一直往下傳 千世萬世 這是當時他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自稱為始皇帝 秦始皇這個異帝號之後的話呢 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推五行中史 這件事情很重要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重視 所謂五行中史的話呢 指的是在戰國時期 我們當時說戰國有諸子百家 是吧 我們知道儒家道家 一些什麼兵家明家法家等等 是吧 那麼當時在戰國時期呢 有一個這個學說叫做陰陽家 陰陽家 那麼陰陽家的代表人物呢 叫鄒衍 鄒衍的話呢 提出了一套理論 這個理論說王朝之間是有更替的 而這個更替的話呢 是和五行有關係的 秦始皇呢 根據鄒衍的這個五行中史呢 來推斷 認為秦國的話呢 得的是五行中的水 是主水運 這個我們知道這個水和火 一個是主陽 一個是主陰 所以說呢 這個秦始皇呢 認為秦國屬水嘛 是主陰 主陰的話呢 就怎麼樣呢 他的這個法令就非常的嚴厲 就秦朝的法律之所以非常嚴厲的話 他是為了符合這個五行中史中 這個水的要求 叫水之德 同時的話呢 我們知道這個水呢 在八卦中 他的卦數是六 八卦錢對黎正遜坎耿坤 這個水的話呢 是第六卦 喊卦 他的卦數是六 所以秦代的所有規定 凡是需要記述的地方 都跟六有關係 比如說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時候 當時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六六三十六 戴的帽子有多高 這個關有多高 這個關高的話呢 要六寸 比如說這個 什麼叫做一步 這個一步的話呢 古時候指的是一步 是現在的兩步 就是賣兩次腿 這個一步的話呢 就六尺 以六尺為一步 這都是跟六有關係 是吧 然後的話呢 比如說他拉的這個馬 拉的這個馬車 有多少匹馬拉這個車 六匹馬拉這個車 那都是跟六有關係 後來秦始皇統一了這個 車輪之間這個軸距 就是兩個車輪之間的距離 這個距離多寬呢 距離也是六尺 都是跟六有關係的 後來秦始皇把天下的這個武器啊 都蒐集起來 因為覺得不用打仗了嘛 是吧 你不用再留那些刀啊劍啊 所以把天下的武器全都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的話呢 給他融化了 融化之後呢 住了十二個同仁 就同座的人 為什麼是十二 因為十二是六的倍數是吧 然後的話每一個同仁的話 中十二萬斤 他都是跟六有關係 那包括後來秦始皇出去 每到一個地方 封山刻石啊 記錄這個皇帝的工業 刻的字數 你要數一數的話 都是六的倍數 所以說這個秦始皇推五行中史的話呢 就是傳達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 這個信息的話 就是壽命於天 我為什麼要做皇帝 因為按照五行來講的話 該主水德了 也就是該我做皇帝了 除了這個推五行中史之外的話呢 秦始皇還做了一件什麼事情呢 就是改征朔 改征朔 所謂改征朔的話 就是征月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在秦之前的話呢 我們知道有三個王朝 夏 商 周 一共有三個王朝 然後的話呢 周的話後來分為西周和東周 東周的話又分為春秋和戰國 最後統一於秦 那麼夏 商 周的話呢 每一個王朝在改朝換代的時候 都要改征朔 夏 朝的時候呢 是以一月份為一年的開始 這個商 朝的話呢 是以十二月份為一年的開始 這個周 朝的話呢 是以十一月份為一年的開始 那麼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 他以十月份為一年的開始 這就叫改征朔 就是通過來修改立法 來表達說這個皇權的一種威嚴性 那麼到了漢代之後的話呢 就沒有再改征朔了 這個因為漢代的話呢 每一個皇帝登基的時候 從這個漢武帝開始 他不改征朔 他改年號 就是我們知道 康熙啊乾隆啊 這都是年號 皇帝的年號 一些洪武啊什麼 這個永樂 這都是皇帝的年號 通過改年號的方式 來傳達這個皇帝登基的信息 或者說是一種合法性的信息 所以呢 這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話呢 秦始皇他其實是靜天的 包括他自己用的這個傳國的玉璽 秦始皇把自己稱為皇帝了 那麼他用的很多東西 都有一個專門的稱為 比如說這個秦始皇定下的制度 叫做制 他發表的一個公告的話 就是趙 然後的話呢 他這個自稱的話叫做鎮 秦始皇稱自己為鎮嘛 之前的話 鎮就是我的意思 誰都可以稱自己為鎮 從那個時候開始 秦始皇開始 只有皇帝可以稱鎮 就叫專稱為 那皇帝用的大印的話呢 就是禧 禧禧 這個秦始皇呢 在禧禧上刻的八個字 也是受命於天 祭壽永昌 也就是秦始皇通過這樣一些方式 改正說呀 推五行中始 異地號等等 都傳達了一個 受命於天的這樣一個信息 秦始皇利用陰陽五行理論的推斷 除水的秦國輪到當政 所以規定 凡與數字有關的 都以水的掛數六為基數 以此表示秦國受命於天的合法性 又通過創立皇帝和皇帝制度 確立了他作為大一統帝國統治者的無上權威 明政則言順 秦始皇開始建立和完善了影響後世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 這個制度卻不是許多人認為的崩建制度 那麼秦始皇建立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呢 秦始皇還做了一件事情 在政治上他採取了一個措施 就是廢分封至俊憲 這是秦始皇做的第五件大事 廢分封至俊憲 我們知道在秦以前呢 中國實行的是封建制 所謂封建的話呢 就是封土和建國 也就是天子的話呢 劃定一塊疆域 這叫封土 然後呢指定一個國軍 這叫建國 封土跟建國合在一起 成為封建 成為封建 那麼這個封建這樣一個制度的話呢 它實際上是一個國軍的話 在他的領土範圍之內的話 他既有主權也有治權 就他既享有這個領土的所有權 同時的話呢 他又負責管理這個土地上的人民 有主權有治權 那麼這個秦始皇呢 廢除了封建 所謂廢除封建的話呢 就是廢除了你的主權 只給你治權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土地上 只是一個管理者 你並不是這個土地的擁有者 就像一個公司一樣 你這是公司的CEO 你負責管理公司的運作 但這個公司實際上擁有者的話 是董事會 並不歸你管 那麼秦始皇的話呢 就改變了過去的分封制 而改形俊憲制 當時在這個討論國家制度的時候 當時大臣們之間是有一些爭議的 特別是丞相王婉 王婉的話呢 認為有一些地方的話呢 離中央政府實在是太遠了 比如說燕國 我們知道秦國的話 他都城在陝西是吧 在中國的西面 那燕國的話是現在北京嘛 我們叫燕京嘛 就是在中國的北京 在中國的東面 然後的話 齐的話在現在山東 也在中國的最東面 靠著渤海 他認為燕國和齊國這個地方太遠 還有呢就是吳 現在的浙江省 還有楚這些地方 現在的湖北省 離中央首都啊 尖陽都太遠 不太適合於這個 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怎麼辦呢 他當時勸秦始皇 把他的兒子 封到那個地方去做國軍 就像周朝初年的時候 封周公到魯國 封少公到燕國 封這個江子牙道齊國一樣 把功臣和天子的兄弟封到遠的地方去 由他們來代替天子管理那個地方 所以呢 當時事實上 秦始皇提了這麼一個建議 秦始皇說 我好不容易削平了天下 把所有的國家都滅了 現在你讓我再封一些國家出來 那不是又要恢復戰國時期那個局面嗎 所以秦始皇沒有同意 當時還有一個人不同意的就是廷尉李斯 李斯也是持這個主張 說好不容易把天下都打平了 沒有國家了 現在你又封一些國家 何必呢 是吧 那麼秦始皇呢採納了李斯的建議 所以就把分封制給廢除了 那麼秦代的話呢 實行的是郡縣制 把天下劃分為36個郡 相當於36個省 每一個省下面的話呢 劃分成一些縣 比如說34個縣44個縣 劃分成不同的縣 然後的話呢派一個郡守來負責管理 相當於省長管理一個郡 派一個縣令或者派一個縣長去管理一個縣 那麼這個呢就改變了這個過去封建的那種 有主權有治權的這種政治形態 變成了只有治權而沒有主權 而且治權的話不能這個繼承 過去比如說一個國家國王死了 兒子繼位還是國王 那現在的話一個郡守死了 他兒子繼位沒有這種說法 不可能說他的兒子還做郡守 這樣的話呢就大大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費分封治郡縣的話呢 是秦為了這個中央集權呢 採取的一個政治措施 但是呢這樣的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 還需要經濟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 軍事方面的 方方面面的保障 那麼秦始皇又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來保障這樣一個中央集權制度 能夠順利的運轉下去呢 請看下集《帝國紅葉》 謝謝 《帝國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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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